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 高考已经过去了 刚刚考过的学子们肯定是心情又开心又激动 因为高考在于我们国家有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堪比结婚生子 那么外国人的高考都是怎么样子的 在外国他们也有我们这样子大的压力吗 我们去网上看一看 高考在职业生涯中到底有多么重要的一个位置 我看看是怎么回复的 没有人回答 只有一个问题然后都没有人回答 他不关心这个问题吗 我要不要回答一下 但是在下面有一些推荐给我了相似的问题 在当今高考有什么用 这问题听起来就感觉好像是 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用似的 这个有八个回答 我看看啊 怎么说的 第一个人回答说 他说我看到这个问题的第一感觉就是 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说 在当今所有人都可以高考的情况下 高考到底有什么用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 在法国不像在国内一样 就是高考完之后 不一定向到你喜欢的学校 因为你很被动 需要学校来选拔你 但在法国不一样了 是申请制的 而且学校 公立学校之间是没有排名的 你看这问题都在质疑高考什么用 不像我们说 高考到底是多有用 对吧 所以他们的这个回答方式 你就能感受出来 它的重要程度是不一样的 有一个叫做 Bahina的人说 高考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继续更高等的教育 的话 没有这一步的话 几乎很难被大学接受 这个和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了 没有这一步的话 也可以找到工作 但是呢 这个工作将会是 不是依靠智商的工作 而是依靠工作经验的那种工作 其实就是说 我们像那种技工呀之类的 需要经验 这个叫做Claude的人说 继续高等教育 这是它唯一的用途 另外呢 它就是一个拆棋时代 跨越到成年人的一个坎 好悲观啊 有一个人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说 如果我们后面还要 继续我们的教育 比如说研究生呀 博士呀 那么我们的高考成绩 还很重要吗 其实我觉得 大家刚听这个问题 可能听不懂 你高考成绩都不好 你怎么继续后面的研究生和博士 对不对 我觉得我有必要重新解释一下 Bug呢 它其实我们很多人 常常把它翻译成高中会考 它其实不是 就是高考的意思 它是相当于一个 高中会考结业证书 相当于我们 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证 研究生毕业 研究生毕业证 然后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证 这Bug 为了高中毕业证的意思 然后上面会有一个成绩 比如说 申请大学的条件在国外 在法国 是需要你有高中的结业证 以及它要求的成绩 再加上你的一些自建信 就可以去申请了 而不是像我们国内一样 是排名制的 就是前多少名才有机会 被选上 所以这一点呢 是一个两个很大的区别 所以法国人对待高考态度 和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不是按成绩选拔的 另外呢 在他们的高考结业证书上面呢 成绩是不显示的 只是会显示说 Bug de Monsion Ace bien Bien Monsion très bien 法国学生的成绩是20分之的 不像我们是百分之的 他们呢 一般是10分就可以及格了 然后Bug de Monsion 其实就指最差的了 Ace bien 在12和14分之间呢 就是指凉的意思 然后Bien 14到16分之间呢 就是指好 Monsion très bien 就是指16分以上 就是指很优秀了 你虽然有四个等级 就指你已经通过了Bug了 高中已经结业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你可以上大学 最下边的这个等级的大学 是不会收的 下面三个 就是说 你只要是12分以上 满分20 12分以上 都可以申请大学 都有机会去读大学 被录取 所以说他们的高考 不像我们这样子 就差一分 可能都要排到了好几千人之外 那他们不一样的 是按条件的 去递材料 学校只要要你 那你就可以去啊 此外呢 他们这个成绩呢 不是说是高中Bug的最后一天考的 而是有考试的成绩 还有平常小考的成绩 相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说不像我们 刚刚过去的这两天呢 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天 他们呢 不在于这两天 而是在于一整个学年 接着还有一个问题 这人说 他说 他说我在会考的成绩中 就是我在刚刚的会考成绩当中 说的那些标的优良 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你只要不是很差 后半三个都可以申请学校嘛 没有关系的 作为的有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考的很好和一般般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这个人说 他说 他说 在我所在的城市 除了能够被邀请去市政府一次 没有任何区别 然后他说 我标的是很好我的成绩 但是对于我的人生 没有任何的改变 法国人对于高考 其实真的好像是 没有任何重视度呢 下一个句子挺有趣的 他说 为什么在高考后的时光 是人生中最难的时光之一呢 所以说可以想象而知 首先高考不是在人生中很难的 在法国 另外呢 在高考之后呢 人生呢 会更难 不像我们一样 一旦进入大学之后 家人一般都会说 你好好努力 就考这一次 从此之后 你的人生 大学就去社团呀 女朋友啊 男朋友呀 很快乐呀 对不对 然后在法国呢 首先是这样子的 你进入大学之后呢 每年也是要上课考试的 如果你大一考不过 你是不能上大二的 就当大一 其中有一门考不过的话 很多学校都要求你 重新读一年 你看我们大学 很少有见复读的情况 在国外 很多人 大一读两年或三年 然后大二也读两年三年 就是大学三年 有可能他们读五六年下去 是很有可能的 在高考之后的阶段呢 也很重要 但是这个逼着呢 不是说 学习很难这个意思 因为学习 好像从来都不是 人生中最难的事情 而是生活 这里他有说三个方面来说 为什么很难 第一个说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但是看一下我们身上能承担的责任 我们好像也不是一个成年人 觉得很难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 第二个他说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学习中 我们不知道 这对于未来到底有什么用 不知道未来我们将要做什么 然后第三个就是 我们没有钱 或者我们有很少很少的钱 因为在国外呢 18岁之后真的是 要靠学生熟假打工 或者放学去打工去挣钱 父母基本上是不给钱的 除非家里条件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说 也会考虑到人生突然间很迷茫 我们不再是孩子 但又不知道做什么 另外呢 确实生活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没有钱 我还认识一个读博士的 数学系的一个法国人 他还在急车去yobel 每天放学之后 博士生去送餐在国外 或者数学生 代表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就是你点了一个外卖 过来送餐的人 可能就是一个博士生 在国内可能如果一个博士生 做这个事情会被笑掉大牙的吧 可能宁愿被父母养着 也不会去做这个事情 而且父母呢 很愿意养着 而不让他因为别的事情浪费自己的时间 所以有很多的文化差异 还有社会的情况不同 导致了大家对于高考的认同也不同 以及刚好过后我们人生该如何的去支配 也有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看视频的你 不管今年你有没有参加高考 或者是不管你的孩子们 今年是不是在参加高考 他都不会是人生中决定你人生方向的一个事情 他可能很重要 但是没有你显向中的那么重要 而且我相信以后会越来越不那么的如此重要 而且在当今我们这个社会互联网很发达 其实所有的知识 你都可以通过网络去学习到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